成语故事连环化 第22集 成语 老生常谈 出处 三国志为书馆露传 此老生之常谈 示意 谈 也做谈 老生常谈 老书生常讲的话 没有新的意思 比喻听惯听艳的话 三国时候 魏国有个人名叫管禄 容貌长得很粗丑 却聪明好学 他从小就喜欢天文 与邻家孩子们游戏时 总喜欢在地上画出日月星辰 仔细运算 管禄15岁以后 更是一新经读周易 研究各种捕术 渐渐地在社会上有了名气 狼邪太守丹子春得知管禄很有才华 特地请了一百多个名士作陪 宴请管禄 管禄来到太守府 胸有成竹地说 在座各位都是能言的名流 我年轻没见过大阵士 先请给我美酒三声 喝了再谈 太守大喜 便酌三声清酒 让他独自先喝 管禄喝完酒 就与太守大谈学问 从诗经 论语一直谈到周易 滔滔不绝 太守与在座的名士故意出了许多难题问他 都被他对答如流递搏了回去 这天 从早上谈到晚上 没有一个人能够难倒他 从此 大家称管禄为神童 管禄除了广读经书 研究天文以外 还善于替人占卜 日子已久 名声传道吏部尚书和宴 世中尚书邓阳尔礼 这天正是农历12月28日 这两个大官忽然闲得无聊 也差人去请管禄来占卜 管禄来后 何燕问道 听说你的占卜很灵 就给我算算能不能升到大司马 大司徒 大司空三公的职位 接着又说 这几天我夜夜梦见苍蝇钉在鼻子上 敢也敢不走 这又是什么预兆呢 当时和 邓两人 都是曹操侄孙曹爽的心腹 曹爽卧有军权 与和 邓等结党营私 为非作歹 名声很不好 管禄早就知道这班人的所作所为 很想乘机骂他们一顿 于是 他说 从前周公通业不眠地辅佐周成王 致使国泰民安 如今君侯的职位比山还高 可是感念你恩德的人很少 惧怕你威势的人很多 这可不是好现象 管禄又说 至于你梦中的迹象 在挂捕中讲是个凶象 俗话说 水满了要溢出来 兴盛极了就会有衰败的时候 劝告君侯学学周文王 孔夫子等圣贤的样子 那么升任三公的职务也并不困难的 邓阳在一旁听着 很不满意 摇着头说 这都是老生常谈 没什么意思 管禄却笑道 老生常谈的话 人们往往不加注意 何燕越听越生气 唬着脸说 哼 等过了年 再跟你算账 管禄回到家里 把此事告诉舅舅 舅舅一听就急了 认为生儿得罪了大官 怕有祸事临门 管禄却满不在乎地说 他们很快就要死了 有什么可怕呢 舅舅大骂管禄狂妄 管禄不跟舅舅顶嘴 无忧无虑地走了 不几天 心碎来临 传来一个消息说何燕 邓阳因参与曹爽谋反 都被诛杀 这时 舅舅更加佩服管禄相术高明 管禄却说 我早就讲过 老生常谈往往不被重视 凡事做了坏事的人 没有一个不败路的 成语 老机能解 出处 宋氏惠宏冷摘夜话卷一记述 唐代诗人白居易美作译诗 常读给老年妇人听 老玉解 则路之 不解 则亦之 试译 玉 妇人 老玉能解 老太婆也能理解 形容诗文通俗易懂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 生活在安史之乱后 唐王朝日趋衰落的时代 朝廷为了维持残破的局面 更加穷凶极恶地剥削压榨百姓 官僚豪门又乘机掠夺财富 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 白居易亲眼看见官僚政治的残暴腐朽 和人民生活的苦难 加上他出身于下级地方小立家庭 在那个讲究门第的时代来说 地位卑微 生活没有保障 因此他对社会生活和民间疾苦 有较多的接触和了解 表现在创作上 他的诗歌比较能反映 普通劳动者的思想感情 早期讽语诗秦忠吟 新乐福等 中晚年叙事名篇长恨歌 琵琶行等 无情地揭露了当时的避震 沉痛地道出了人民的心声 白居易的诗歌非常通俗生动 极受群众欢迎 他在得罪了权贵被贬折到江西时 曾给好友圆诊写信说 自长安底江西三四千里 樊相笑 佛寺 密履 行舟之中 往往有提仆师者 世述 僧徒 双妇 处女之口 没有永仆师者 又说 昨过汉南日 是与主人击中于乐他宾 朱寺建仆来 之而相顾曰 此事秦中吟 长恨歌 作者尔 典 由于白居易肯学习民间语言 不必理俗 所以即使是牧童 马夫 也都能传送他的诗作 相传白居易每作一首诗 先要读给街坊老年富人听 问能不能懂 如果能懂 就录下来加以肯定 如果不懂 就重新改写 直到懂了才作罢 以上传说虽不足平信 却足以反映白居易诗歌 具有深厚的现实性和群众性 譬如新乐府中那首 新风折壁翁 往往是经历天保年间 边疆独武战争之苦的 一般老妇人听的老泪纵横 唐玄宗天保末年数度大征兵 强行捕捉壮丁送上战场 捉了去的就没有命了 所以民间哭声震也 诗中描写当时的情形是 村南村北哭声哀 而别爷娘夫别妻 接云前后征满者 千万人行无一回 这首诗借新风地方 一位88岁的老翁之口 追许他当年为了逃避兵役 用大石自残戈备的惨痛经历 老人家活是活下来了 却成了终身残废 白居易的诗老鸡能解 那是因为他能将 现实生活中的深切感受 通过形象的群众语言 和谐的韵律加以表达 所以每首诗都是通俗易懂 含义深刻 老鸡能解后来就成为 形容诗文通俗易懂的成语 成语 乐不可知 出处 后汉书张勘传 桑无复之 麦穗两旗 张军为正 乐不可知 事意 知 知诚 受得住 乐不可知 快活得好像 支不住要倒下似的 形容快乐到极点 张勘是东汉时 南阳郡晚线人 从小就失去父母 成了孤儿 但他为人慷慨 竟把父亲 遗留下的数百万钱 送给哥哥的儿子 自己分文不要 他16岁时到长安求学 就以志趣高尚和品行兼优 得到人们的赞扬 被称为圣童 汉光武帝刘秀还在地位低微的时候 就很赞赏张勘的操行 才干 刘秀当了皇帝 他受到重用 几次升迁 败为蜀郡太守 当时刘秀正派大司马武汉 讨伐哥据蜀地称帝的公孙树 武汉引兵将公孙树包围在成都 但一时攻打不下 汉军远道而来 后勤攻应不上 眼看只剩七天军粮了 武汉打算从水路暗暗撤军 张勘知道了 连忙赶到军中 向他说明公孙树已是强弩之末 必归失败 绝对不能轻易撤兵的道理 武汉听从了张勘的意见 他们共同想了一个击败公孙树的计策 让士兵装成好像吃不饱饭的样子 然后向公孙树挑战 公孙树看到汉冰若不堪击 果然亲自出马 谁知一交手 汉冰各个勇猛 他吃了个大败仗 被杀死在成都城下 成都就这样被攻下来了 张勘随军入城 亲自检查府库 把库藏珍宝都一一登记下来 造成表册上报 自己丝毫不取 他还卫府城内官民 使蜀郡的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 张勘当了两年蜀郡太守后 被败为其都尉 兼长全郡军事 以后又统代票其将军杜茂的部队 在高柳一带大败匈奴 败为于阳太守 在任职期间 张勘坚决打击那些为非作歹的人 赏罚分明 说道做道 当地的官吏和百姓都很拥护他 乐于听从他的指挥 有一次 北方边境上的匈奴出动 一万骑兵侵犯于阳 张勘立即率领数千骑营机 把敌人杀得大败 从此匈奴不敢再来进犯 边境上出现了一派太平的景象 张勘就在胡奴开垦道田八千多寝 勉励百姓努力耕种 经过几年辛勤的耕作 这一带涨满了绿油油的庄稼 物产日渐丰足 百姓十分富裕 当地父老编了一首歌 不思蜀 出处 三国智蜀书后主蝉传 裴松之注印汉进春秋 司马文王与蝉燕 为之作故蜀记 旁人皆为之敢创 而蝉喜笑自若 他日 王问蝉曰 颇思蜀否 蝉曰此间乐 不思蜀 事意 比喻乐而忘返或乐而忘本 三国末期 魏国大将邓爱奉命伐蜀 于公元263年攻下棉竹 大军直逼成都 蜀汉后主流禅惊慌失措 太光路大夫乔州等捧着玉喜 前往邓爱营中 接洽投降 魏军入城之日 举行授祥仪式 后主反绑双手 在这棺材 率领百官来到邓爱军前 邓爱亲姐起舞 坟去棺木 与他相见 并拜他为票旗将军 第二年 后主及其家属被带到魏都洛阳 当时魏帝曹焕是个傀儡 石权掌握在晋王司马昭手里 司马昭则被后主说 你荒淫无道 远贤臣 亲小人 不理正事 李英处死 后主听了 吓得面如土色 不知如何是好 文武大臣见此情景 一齐奏道 属主虽失国政 兴其早日归降 一设其罪 于是司马昭封流禅为安乐宫 赐给住宅一座 绸缎万匹 同必百人 流禅之子及随来的匠臣戏政等 也都封决 次日刘禅亲到司马昭府上拜谢 司马昭设宴款贷 先用魏勒武戏余钱 随来的属官想到国王家破 各个赶伤 独独后主面有喜色 接着 司马昭又令蜀人半蜀乐于钱 蜀官尽皆堕泪 而后主却嬉笑自若 司马昭见后主如此 对亲信贾冲说 人之无情 乃至如此 虽使诸葛孔明在 亦不能辅之九全 何况将为 乃问后主 颇思蜀否 后主答道 此间乐 不思蜀 过了一会 后主起身更衣 戏政跟道言下说 陛下如何达称不思蜀 躺他再问 可弃称先人坟墓 远在蜀地 无日不思 如此 进宫必放陛下归属 后主牢记此言 回到座位 久将危罪 司马昭又问后主 颇思蜀否 后主辩照戏政的话回答 他想哭无泪 只能闭着眼睛 假装悲哀 司马昭看出是假 突然问 此语何似戏政所言 后主惊道 诚如遵命 给你猜对了 对于流禅 三国演义 有诗探道 追欢作乐笑颜开 不念威王半点哀 快乐意相望故国 方之后主是庸才 成语 乐此不疲 出处 后汉书光武帝记 帝约 我自乐此 不为疲也 事意 对某一事物发生了兴趣 沉溺其中 不觉疲倦 西汉末年 王莽篡位 改国号为新 新王朝道行逆施 残酷剥削百姓 弄得民不聊生 天下大乱 不久 便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 公元22年 西汉皇族 南洋地区的地主流秀兄弟 也起兵与农民起义军配合 共同反对王莽政权 刘秀在作战时常常身先士卒 冲锋陷阵 昆阳一战消灭敌军40万 创造了我国历史上一个已少胜多的著名战力 刘秀以恢复汉家制度为号召 取得河北等地官僚 地主的支持 经过数年征战 终于平定天下 中兴汉市 建都洛阳 因洛阳在西汉都城长安的东面 史称东汉 称刘秀为光武帝 光武帝比较关心民间疾苦 施政物业民心 他改革避正 废除科法 安定了社会秩序 恢复发展了生产 使汉朝又重新强盛起来 百姓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 他秦政爱民 六十多岁时 仍然是天不亮就作招 直到日头偏西才回宫 为了吸取历史上 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 光武帝常常召集公卿狼将 谈论经史一礼 往往深更半夜才就寝 太子刘庄 见父皇诺大年纪 一天到晚如此勤劳 便劝谏道 陛下有羽汤之名 而师皇老养生之道 愿从此雇养精神 悠游自逝 不要再黎明临朝 半夜就寝了 光武帝听了这话 不以为然地摇头道 我自乐此 不为疲也 意思是说 我自己乐意这样做 并不觉得疲劳 后人因称单乐其事 不知疲倦为乐此不疲 成语 乐即生悲 出处 史记滑稽列传 故约九级则乱 乐即则悲 万事尽然 言不可及 急之而衰 事意 因欢乐过度 招来悲伤之事 原为乐即则悲 战国时候 齐威王好作长夜之隐 致使朝政荒废 国事衰弱 楚国便乘机发兵攻打齐国 威王见楚军攻势猛烈 恐怕抵挡不住 决定派大夫纯于昆到赵国求救 纯于昆身高不满七尺 但却能说会道 善于随机应变 所以常奉命出使 从没受过屈辱 他见送给赵王的礼物 只有百金黄金 十辆车子和四十匹马 不由效的前辅后仰 威王问道 你笑什么 是不是嫌少 纯于昆回道 我怎敢嫌少 我只是想起刚才来时 看到有个农人用一只猪蹄 一钟酒祷告天地 祈求五股风灯 车子都装不尽 我笑他拿出的东西太少 希望获得的太多 威王听出了他的意思 改口说 我给你增加礼物 改成黄金千亿 白币十双 一百辆车子 四百匹马 纯于昆听了很高兴 辞别齐王 带着礼物走了 纯于昆到了赵国 送上礼物 赵王满口答应 派了十万精兵 千辆冰车 由纯于昆引路 兴业起行 来救齐国 储君听说 敌方救兵到来 担心父辈受敌 没等交锋 先自退兵走了 齐王满怀高兴 一面派大臣出城 犒劳赵君 一面召纯于昆进攻 设宴给他庆功 纯于昆被内侍带进后宫 威王笑着问他 先生 听说你好酒量 今天寡人给你庆功 不要客气 痛痛快快 喝个通宵 你喝多少才醉 纯于昆一向不赞成 其威王通宵喝酒 既影响了国事 也损害健康 他认为现在是劝谏的好机会 便诙谐地说 晨喝一斗要醉 喝一时也要醉 威王觉得奇怪 先生 你既然喝一斗就醉了 怎么还能喝一时呢 你能把奥妙告诉我吗 纯于昆不慌不忙地说 喝多少会醉 要看在什么地方 跟哪些人一起喝 大王 请允许我详细告诉您吧 在您大王面前喝酒 两旁站着执法官 后面还有纠茶御史 臣怕失了礼仪 卧在地上抖抖锁锁地喝 勉强喝下一斗就醉了 如果在自己家里招待长辈的贵客 臣就要弯着腰 屈着膝 为贵客住酒 自己也见货喝上几口 这样 喝不到二斗就醉了 唐使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有天突然相遇 彼此都有许多话要说 那时呵呵谈谈 喝下五六斗 才感到有点醉意 碰到邻里间的聚会 男女杂作 有的猜拳 有的行令 彼此有说有笑 毫无顾忌 沉在这时候 喝下七八斗 还只有二三分九亿 一直喝到晚上 蜡烛也点完了 男的女的 东倒西歪 鞋子也寻不到了 女人的锣巾也解开了 拆还也丢了 主人把旁的客人送走 只留下我一个人 这时晨醉欢快 能喝一时 纯于坤最后说 所以古话讲 九吉则乱 乐吉则悲 凡事都不可过头 威王越听越有所悟 决定痛改前非 从此 威王不再通宵喝酒 而是秦礼朝政 国事大振 收回了被各国侵占的土地 为了记住九吉则乱 乐吉则悲这两句话 他叫淳于松 中负责接待各国来宾 一起参加宴会 让他随时提醒自己 成语 离亭扫驴 出处 汉书匈奴传 故意离其亭 扫其驴 俊献而致之 示意 亭 庭院 驴 李向的门 离亭扫驴 只把庭院离平来种田 把村庄扫荡成废墟 比喻彻底摧毁对方 也做离亭扫学 公元前三年 匈奴丹于尚书汉哀帝 表示愿意朝见天子 汉哀帝当时正在生病 大臣们主张暂不允许来朝 黄门郎杨雄尚书觐见说 禅于来朝是国家大事 要认真考虑 现在推辞不许 这样会使朝廷与匈奴关系恶化 杨雄列举秦代以来的史实 说明与匈奴的关系不应破裂 他指出 秦灭六国后 秦始皇派大将蒙田率领数十万之众 进击匈奴 在外十多年 争调了大量人力 物力 修筑了万里长城 也未解决边境的骚扰 汉朝出定 匈奴引兵攻太原 高祖凭着意识威力 亲率大兵网机匈奴 莫独禅于引诱汉兵 将三十万之众围于平城 后来高祖用了反奸计 方才得拖 文帝采取和亲政策 与匈奴相安了十多年 此后匈奴又侵犯边境 掠人口 牲畜 财产 骑兵更深入甘泉一带 文帝不得已 才派了三位将军 屯军系柳 集门 坝上 保卫京师安全 武帝时 对匈奴转采攻势 派将军魏清 获去并率领大军北征 前后十余年 将匈奴驱逐到边境以北 匈奴镇孔 愿意和亲 然而未肯称臣 其后匈奴势力又有所恢复 野心赋盟 宣帝派十五万骑兵出击 但所获很少 不过是显示武力 终没有把匈奴征服 到了宣帝圆康 神诀年间 匈奴发生了武丹余 争力内乱 日逐 呼寒爷丹余在汉朝 感化下 诚服称臣 商定欲来朝 见者不惧 不来者也不勉强 杨雄在奏书中对比说 以往和其他民族作战 时间短的十天一月 长得不超过半年 就摧毁对方力量 把敌人的庭院离为平地 理向扫荡干净 离其亭 扫骑驴 设置郡县 毫无后患 然而匈奴却不同 是边境强敌 所以前朝君主都慎重对待 他衡量得失 指出今天如果拒绝禅于来朝 将会使匈奴怀恨在心 归怨于汉 边境老百姓就不得安宁 汉哀帝看了这道奏章 明白了利害得失 亲自召见匈奴使者 同意禅于来朝 奏章中离其亭 扫其驴一语 也就被后人简化为 离亭扫驴 用来比喻彻底摧毁对方 成语 礼带陶江 出处 古岳府积明 陶生路井上 礼树生陶旁 重来涅陶根 礼树带陶江 树木身相待 兄弟还相忘 示意 本以陶礼共患难 比喻兄弟相爱相助 后转用为互相顶替 或待人受过之意 古岳府积明 是一首 暴露汉代贵族统治者 胜衰无常的诗 全诗分三大段 第一段写汉代社会 政治经济一度比较稳定 繁荣 出现过鸡在树上蹄 狗在墙内肺 天下阴富 万里吹烟的太平景象 那个时候有些出身低微的人 一旦得适 立即可以变成 圣级一时的皇亲国妻 于是作威作福 终不免为刑罚所诛灭 诗的第二段 写当时传说有兄弟五人 原来都是浪荡子出身 整天游手好闲 不愿从事生产 有一天 五兄弟得到皇帝的赏识 一下子都当上了 侍卫皇帝的侍中郎 他们各个高官厚禄 很快就富贵显荣起来 他们住的房屋 极为富丽堂皇 宅门用黄金香皂 栏杆用碧玉建成 屋顶上盖的都是琉璃瓦 简直跟王府一般 在他们的厅堂上 摆设着大大小小的九尊 以工整夜宴饮作乐 环让美丽的女乐宫弹琴奏乐 他们后花园的池塘中 养着36对鸳鸯作为玩物 这些鸳鸯色彩斑斓 远远望去 就像在池面上铺着一层 五光石色的彩绸 每当朝廷休暮日 五弟兄一起回家 狙击 随从一批又一批 一路上真是微风凛凛 看热闹的人几乎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 他们骑着骏马 马落头都用黄金香肚 闪闪发亮 使得观看的人眼花缭乱 诗的第三段 写他们好景不长 五弟兄中有人犯了法 遭了刑罚 其他兄弟为了自身的利益 居然不闻不问 各自苟权 甚至还互相诬陷 丑态百出 老百姓为此唱起一首名歌 借用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讽刺他们 陶生路井上 礼树生陶旁 虫来涅陶根 礼树带陶江 树木深香带 兄弟还相忘 原来古时候人们喜欢在露天的水井旁边 种上陶树和礼树 逢到蛀虫来咬陶树的根石 边上的礼树往往替代陶树受灾而将枯死去 人们就用树木还会以身相待 来比喻兄弟之间的相爱相助 可是 这五弟兄却连树木都不如 对照一下礼带陶江 真是发人深思 后来礼带陶江这个成语 也被转用来只互相顶替或带人受过 在汉代 很多外妻 大臣 如魏卿 或去病 或光等 都是威贱出身 往往一朝贵姓 立即成为炙手可热的权贵 但冰山一倒 又往往在很快的时间里犯法受诸 倾家灭族 古岳府基明 正是这种现实的生动反应 成语 李贤下世 出处 新唐书李勉传 其在朝廷 耿亮连界 为宗臣表 李贤下世有忠使 长寅李循 张参在幕府 后二人足 至燕尹 仍设虚未卧窥之 是意 李 已敬对待 是 有能力和见识的人 李贤下世 就是敬重贤人 有礼帽的对待地位低的人 就是用来形容封建君主 或桂冠重视人才 李勉是唐朝的宗室后代 当过开封位 次使 节度观察使 最后还做过两年宰相 他虽然全高位尊 但从不自高自大 待人非常诚恳 有礼貌 年轻的时候 李勉的家境并不忧郁 在客居梁 宋等地读书时 他曾和一名太学生 同住一个旅社 一天 那个太学生突然病倒了 病情十分严重 李勉给他端水送饭 盐衣熬药 照料得像亲兄弟一样 太学生的病体不见好转 眼看快要不行了 他趁房内无人 摸出几钉银子交给李勉说 没人知道我身边藏有这许多银两 我死后请你用这笔钱将我安葬 余下的你就自己用吧 说完 闭眼死去 李勉尊主给网友举哀 买了棺木 衣亲等物 把他安葬了 剩下的钱 他分文不动 放在关下和网友一起入土 不久 太学生的遗鼠来找李勉 李勉便和他们一起去给网友签葬 把放在关下的余银取出交给他们 遗鼠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后来 李勉当了大官 他不但连结方正 而且十分爱惜人才 在任山南西道观察史时 他发现原先当过密县县位的王最勤肯能干 便提拔他代理南正县的县令 可不久皇帝下诏要处死王罪 李勉问清情犹 原来是遭权贵诬陷 便巧妙地说 皇上绝不会轻信谗言 错杀无辜 他暂不拘捕王罪 并连夜上书请求赦免王罪 唐素宗接到奏章 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赦了王罪的死罪 但李勉却被指控执行圣旨不利 召回京师贬官处置 李勉进京向宿宗面臣王罪无罪 还说方金百废待举 要任用像王罪那样有能力的人 宿宗为了嘉奖他秉持正义 受他以太长少清之职 并着用王罪为龙门宪令 王罪上任后果真为官清正 办事能干 当时人们都称到李勉能十八人才 李勉任节度史时 听说李勋 张参两人很有才学 便请他们进幕府任判官 左里公务 这两人都是名士 李勉待他们始终十分有礼 没有燕饮都请他们出席 不久李勋和张参先后去世 李勉仍然十分怀念他们 宴请客人时总给他俩空着座位 摆上酒杯和筷子 就像他俩活着一样 即便在很欢乐的宴会上 李勉一瞥见这两个空座位 就神色七彻 对待兵士 李勉也爱护被制 每当派他们到边境屯须时 总要亲自查看所带的资粮是否充足 春秋两季 还常去看望士族家属 因此在他手下当兵的人 都愿意拼死出力 李勉虽然做了几十年高官 但平时常把俸禄分送给亲友 夏辽自己不留什么积蓄 他一生连结 清雅 活到七十二岁才去世 李勉的品格很受后世推崇 史书上称他耿亮连介 为宗臣表 李贤下世有忠实 意思是他耿直诚信而连结守正 称得上是宗臣的表率 而且能够李贤下世 始终有礼貌的对待地位比他低的人 成语 立冰墨马 出处 左船西宫三十三年 正目宫史试客馆 则述在立冰墨马以 示意 立冰 模块兵器 墨马 卫保战马 立冰墨马 形容准备战斗 公元前六二八年冬天 在郑国束手的秦江棋子暗地里派人回国报告说 我们已经掌握了郑都北门的钥匙 如果派部队来偷袭 可以顺利地占领这个都城 秦穆公街道报告 满心欢喜 很快任命孟明氏 西起树 白以炳三人为统帅 率军前去偷袭 大夫签书看出了这次远征的危险性 劝阻穆公说 秦 正相距千里 中间要经过广阔的晋国领土 长途奔袭 怎能保住秘密 正 晋两国如果在路上伏击 我们的远征均可救完了 穆公认为晋文公刚死 机会难得 不听劝谏 签书的儿子也在远征均中 出发时 签书到东门外送行 哭着说 晋人一定会在小弟袭击你们 我将到那里去给你收尸 目公听他尽说丧气话 大骂该死 五千里奔袭的秦军 好容易才来到离郑国不远的华国 恰好郑国有个商人贤高 正敢运货物来到这里 见到这么多秦军 不由吃了一惊 但他不动声色 很快弄清了秦军的动向 贤高担心自己的祖国 还不知道偷袭的秦军已到大门口 便派人火速回去送信 他自己假冒正军使者 对秦江说 必君知道贵君远到前来 特命我送上一批牲口 恭将军未劳不下 孟明是摸不清虚时 不敢继续进兵 再说其子把报告送出后 日夜计算着秦国远征军到来的日期 这只留在郑国都城客馆内的 秦国束手队频繁的活动起来 他们把行李捆在好 战马养的精壮 兵器膜的锋利 随时准备行动 与此同时 郑国已接到贤高的密报 得知秦军偷袭 便立即动员军队和百姓 加强守备 还派人到客馆查看 起自一行人的动静 郑人看到客馆内 立兵莫马的情景 更加证实了贤高的报告 他们派军队把客馆监视起来 其子知道消息已经走漏 慌忙带着随从逃跑 为了不开罪秦国 郑国军队不加阻拦 让他们逃出城去 孟明氏得到消息 眼看成功无望 只得百姓而归 但是当他们路过小地时 果然遭到禁军伏击 全军覆没 三个统帅都当了俘虏 成语 立地输除 出处 宋史吴时传 使敏于未闻 未尝熟稿 落笔已旧 两学目之曰立地输除 示意 两脚站在地上的输除 急活输除 比喻读书多 学识渊博 吴时是北宋徽宗年间的 议员官吏 出任华州正县县令 他学识渊博 办事认真 也比较能够体察下情 有一次 他接到朝廷转运使 发来的公文 要华州运五万壶 稻米到长安 郑县承担三万壶 吴时根据当时 郑县的人力条件 觉得事办不到的 就写信给转运使说 运输三万壶稻米 如果用车装的话 要一千五百辆 用人挑的话 要五万个亿夫 可正县县民可以服役的 总共才二百五十八户 怎么承担的了呢 因此 他提出宜兵救时的建议 就是宜兵到华州来 就地供应 转运使接受了他的建议 这就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为老百姓办了好事 又一次 宋徽宗召集要各地禁言 向朝廷献祭献策 但一些边远地方 送上来的奏章 大都不合格式 有关官员要把他们退回 吴时提出意见 认为主要看禁言内容 是否有价值 不必计较行事 这意见被采纳 各地的奏章从此都能顺利地承送 使很多有意的建议不致埋没 不久 吴时主管永兴地区的 官学和教育行政 那时华州声援中 有人写文章触犯了忌讳 学官要上告 说 这些话都是当臣子的不忍听的 那位声援眼看要吃官司 这件事给吴时知道了 他就把那位声援写的文章拿来 当着学官的面烧掉 说 当臣子的不忍心听到这些话 难道就忍心让当君父的人 听到这些话吗 这就保护了那位触犯忌讳的声援 吴时处理事情 所以如此巧妙 是和他的财思敏捷分不开的 他写起文章来也快得惊人 未尝数稿 落笔己救 就是不用打草稿 下笔成文 那是因为他书读得多 肚子里装了许多学问 才能做到的 所以 吴时后来入京做官 京师两个学府里的人 称他为立地书厨 从此 立地书厨成了成语 用来称那些学识渊博的人